扔掉繁琐的工作流,一个工作流带你感受Quinded 2509有多强。 洗涂专用,线条控制和深度控制宠汇,扩图功能非常强大且自然。 通过文本控制编辑图片,也可以在遮罩内编辑图片。 输入两张图并融合,效果非常好,也可以在遮罩内融合。 虚拟实穿效果也非常好,图案迁移得非常精准。 输入姿态控制图片,通过文本即可生成相同姿态。 输入沙发和模特图,输入姿态控制图片,即可控制模特的姿态并融合进圆图。 总结来说,碾压了Fill模型的迁移,Quantex模型的控制,Flux的ControlNet。 下面是详细的操作介绍。 首先打开开的线条,并填写提示词。 这是线条控制的效果。 关闭线条控制,打开深度控制。 这是深度控制的效果。 关闭深度控制,打开扩图节点。 提示词改为扩展图片。 效果还不错。 一直存在的错位问题,影响不是很大,可以等下次更新修复。 关闭扩图节点,通过文本控制,在图片中增加一个看书的人。 我测试了几次,每次生成的都是横躺的人。 如果想要指定坐姿,并且控制人物的位置,就需要打开遮罩节点。 打开遮罩编辑器,画出大概范围。 可以看到只修改了遮罩内的图片,这种方式比重文本控制更精准灵活。 关闭遮罩控制节点,打开图二并年贴模特图,将提示词改成,将图二中的人物坐在图一的沙发上。 可以看到人物一致性非常不错,速度和质量上吊打飞模型。 如果打开遮罩控制节点,则只会在遮罩范围内增加模特。 图一上传沙发图片,图二上传物资是图并打开姿态控制节点。 提示词改为,将图一中增加一个模特,模特姿势为图二。 可以看到完全是按照姿态控制生成的模特。 图三上传一张模特图,提示词改为,将图一中增加图三中的模特,模特姿势为图二。 可以看到即保留了模特的特征,又控制了人物姿态。 图一上传模特图,图二上传T恤图,提示词改成将图一中的人穿上图二的T恤,图案迁移得非常精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三连关注。谢谢大家。